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神会带来公义 参考经文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 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 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言席 启示录十九章十七节 在东温哥华 当我第一次看到成千上万的乌鸦 在黄昏时分飞行时 有一种怪异和不祥的预感 但多年后 我已经习惯了这些鸟 在海滩和它们的栖息地之间穿梭 平均每天两次 在天空中举行嘈杂喧闹的游行 这些善于在空中飞翔的鸟 比明晴飞得更高 但比翱翔的鹰更接近地面 如今它们在许多城市都数量繁多 它们甚至被称为爱因斯坦鸟 因为它们懂得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 以适应人类的生活 乌鸦已经知道 城市地区的威胁更少 食物更丰富 所以它们大量生活在受保护的公园里 从人类留下的垃圾中寻找食物 圣经中多次提到 这些大量繁殖的鸟 神在它的计划中指定它们来伸张正义 在启示录十九章中 它们被召唤去吞噬邪恶的统治者 这些成群的乌鸦参与击杀行动 这让人不寒而栗 深感不悦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有一个充满盼望的应许 那就是 神最终不会让邪恶掌权 世界上所发生的种种暧昧之事 让我们心碎 我们承认腐败和邪恶的存在 但在基督里 我们确信 有一天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让我们一起祷告 公平正义的神啊 我们信靠你 叫一切都更新的应许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都会把这些人吸引不回家 都会验 所以 那些人 解脑 孔子 解脑 冬